在杭州,如果你看过了西湖,想要感受大自然的山水 那我推荐你去铜炉县 这里有一处号称小酒寨的大骑山 我想你一定会喜欢 大骑山离铜炉县城只有五公里左右 进入景区后,你会首先穿过一大片竹林 走在这条路上,那些古装电影中竹林里打到的场景就跃然于脑海中了 另外,我想这里一定有吃不完的竹笋吧 走过了竹林,你会来到这座喊泉 大喊鸡牛,喷泉就会大力的喷涌出来了 继续向前走,在还没有见到一处水潭前 我还在怀疑网上蓝色的水潭图片的真实性 直到我来到一处小山崖 看到前面留下的山泉水 还有水中那一条长石墩 我的心突然兴奋了起来 水潭里满是蓝绿色的水 水里还有一大群井里 真想跳下去游一圈 转角处还有吊桥 这感觉太棒了 继续向前走 竟是大大小小的水潭 小桥 踏着石板路也没觉得累 只是觉得我来对了地方 半山腰有一个地方可以歇脚 也有冰凉的西瓜可以买来解渴 继继续向前不远 你就来到了这里的水库 眼前的景象 让我明白为何此处被称为小酒寨了 我在这里逗留了许久 就为了拍几条鱼游起的一瞬间 继续向前有一个小瀑布 到此算是登大骑山的终点了 下山你可以从水库左侧下去 之后乘坐滑轨小车 我比较恐高 所以一直控制的速度很慢 如果喜欢刺激可以放快一些 如果你也喜欢山水 大骑山绝不会让你失望